国族战胜日本后代大胜韩国,本土主帅铁弯制军,谁本身染发就滚蛋,日本举办的中日韩运动会上,中国男族U19国清队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战绩,在受战输给日本队之后,国族球员们上下齐心,在第二场比赛再战日本12比1拿到了开门红,在昨天对战韩国的比赛中次比1大胜韩国,国族这样的战绩, 实在是令中国足球迷应起了一回,面对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国族也可以大胜赢球,无论是之前的中国男族,还是中国国清,都被日本和韩国打怕了,在众多的赛事上可以说是完败,但是这却是国清男族近日来,第二次战胜了日本队,在U23亚洲杯预选赛上,中国男族U229比1战胜了日本U20国家队, 虽然年纪尚比对手大了两岁,但是对于国族来说,能赢就不错了,这些天,国清男族的改变大家也看在眼里,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主帅的严格要求, 教练贾秀泉二次入主国清男族,在成为国清的主帅的时候,贾秀泉做的第一件事,先就是整顿球队作风,他高调宣布,纹身和染发的球员一律不能进入国家队,或者被国家队清退,他认为这些都是球员的不良习惯,纹身和染发不适合这个年纪的球员, 他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足球上,要张显个性就用脚下功夫说话,对于不听话,无视要求的球员,贾秀泉一律让他扫地出门, 在这样铁腕至军的作风下,国族也取得了成绩,严格要求球员是无可厚非的,没有纪律哪有成绩,对于这一点,李皮也深知肚明,在中国男族征召流洋的张玉宁回国备战的时候,张玉宁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无故推迟归队,这让主教练李皮十分的不满,当即表态张玉宁不用回来了,不管之后张玉宁怎么解释,李皮都坚持决定, 纪律不能破,我们都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,日本队和韩国队这些球队,都是以纪律严明著称,而反观中国男族,很多时候球员都是从小就攒慢贯了,不努力训练和九路串,这样的球员怎么形成其战力,贾秀泉和李皮的严格要求才是正确的,那些不愿意专注踢球的,不愿意全力为国效力的球员,不要也罢, 感谢观看